hello 欢迎大家回到Gins Camelive 频道 说到GoPro 运动相机 它几乎成了我旅行出游的标配 因为它非常的耐操 各种环境你都能用 我也在持续的更新着它们的每一代新机器 那最近GoPro 发布了全新的Hero 10 外观上几乎和上一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很多人看到之后就开始喷 没有必要升级什么挤牙膏之类的 真的如大家说的这么不堪吗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弹幕牵到走一波 那GoPro 10 外观上除了logo变成的蓝色 和之前的9代确实是没有多少区别 但是这一代GoPro我想说才是GoPro应该有的样子 我也不认为GoPro是在挤牙膏 一款运动相机做到这样 我觉得上升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那我们来看看它升级的几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 芯片 之前的GP1 芯片从第一代用到第9代 确实引来很多吐槽 那随着GoPro功能的越来越多 这款芯片几乎快无法附和这么大的运算了 很明显的在第9代大家会感到滑动菜单选项 非常的不灵敏 而前置的这块荧幕 由于芯片的限制也只能支持非常低的帧率用作预览 所以感觉是卡卡的 那么GoPro10升级到GP2芯片之后 刚开机你就会感觉很不一样 那GoPro菜单滑动也有了 如滑智能手机一般的丝滑感 这真是在GoPro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体验 那另外前置的这个荧幕在录像的时候 也不会出现卡顿的问题 四般柔顺 第二点就是帧率的提升 之前的GoPro在4K下只支持60帧的一个慢镜头 那要更慢的话就要到2.7或者是1080p 感觉画面的清晰度上会大打折扣 那么这一次的GoPro10得益于芯片的更新 可以说是重大升级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个帧率的提高 那在5.3K视频模式下最高支持的是60帧的一个拍摄 4K最高到120帧 2.7K最高可以支持240帧 这可不叫挤牙膏 我觉得这是运动相机的质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来看几组在这个各分辨率下慢镜头的一个对比画面 3.3K的色彩模式是我个人最不满意的一个选项 3.3K的色彩模式 但是GoPro作为一款运动相机 我并不会刻意的去追求它的画质能有多好 所以直出的画面能不调色我也就不会去调色 但是之前的GoPro系列的色彩模式 那比如说这个Flat平面色彩会太平面 GoPro色彩模式又会太鲜艳 那所以后期的时候还会去花大量的时间选择这个平淡色彩 然后去做这个调色处理 而GoPro10这次在这个色彩选项上给到了三种选择 一个是Vibrant就是这个鲜艳模式 那其实也就是之前的这个GoPro色彩模式 是最鲜艳的色彩之一 当然也还有Flat就是这个平淡色彩 但是这一次GoPro10加入了这个Natural色彩模式 也就是自然色调那大家可以对比来看看 相比鲜艳和平淡 那自然色彩模式下画面既不会太艳丽也不会太灰 那是可以直出不需要调色 介于中间的一种很自然的色调 这个颜色模式就很赞 那么以上几点就是本次GoPro10的重要的升级的部分 有遗憾吗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对于感光元件的更新并没有 对于这么小体积的这个运动相机来讲 当然我不会期待有多大的感光元件 但是哪怕比之前大这么一点点也会好很多 但是还是祖传的这一块这个2.3英寸的这个底 好吧没办法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GoPro的升级你怎么看呢 希望你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告诉我你的想法 或者说你会选择升级吗 我是靖 喜欢这期节目欢迎你一键三连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